Hello大家好,我是Chris 大家有没有试过 如果平时不化妆 一化粉底底妆会很卡粉、很斑薄 或者妆的感觉比你平时皮肤的状态更差 其实并不是因为你的粉底差 其实是因为你本身的皮肤已经很干或没了角质 所以粉底一上的时候 粉底就全部放在死皮上 今天我会教大家用10分钟的时间 让皮肤的状态变回细致、软熟 让底妆细细细细,后期化了底妆就像充满骨家园 第一步就是用棉 这种棉是有磨细的 我用的是彩风红的深层清潔的棉 主要功能是因为它本身有点粒粒 用来配合一些乳液用的 为什么我选乳液而不是选面霜或爽肤水 爽肤水油分不够 它进入皮肤后不够做个软化 但如果用面霜的话油分太重 短时间内进不去皮肤内 所以你拿中间的鱼翼,把鱼翼倒在面上 用大量的 我基本上要沾到它,完全濕透 再在下巴、鼻翼的位置用温和的力度打圈 这个步骤大概要做几分钟 然后令面上的毛孔或旧角质的位置完全退出 然后就可以抹走它 用一个纸巾全面印好整面 印好整面之后,我会再用一些油 因为油是加快滲透到皮肤的表皮 我自己会选择一些摩洛哥坚果油 或者玫瑰花油 总之是任何放上面的蒸油都可以 然后拿的份量也要多些 可能比你平时自己塗,可能拿2-3倍的份量 厚厚地塗在面上 这个步骤我们要敷它 我们要大概敷它2-3分钟左右 然后再去洗面 洗干净了面之后 你就好像会得到一块新的皮肤 这个时候你再塗任何的补水也好 塗面霜也好 之后再上躺底底妆都会超级贴服 而且妆是很持久的 然后臉的底妆的质感好像会发光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希望帮到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就追踪Instagram Facebook 以及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